小巨人 這場賽事重現本色 背著133磅 馬仔細細都能夠衝贏了輕磅馬 當然最主要場地受到影響了 可能對其他對手有些影響 其次,前中段很多馬已經鬥散了 他大約守住內蘭第六位 然後入彎已經不要蘭拿出去二踏 這場賽事沙田銀瓶贏得很篤定